加拿大房贷和住房五大新政 新政之一 除了工资 什么都涨 为缓解危机 加拿大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 昨日11月21日发表了2023年秋季经济报告 具体新措施包括 取消续签贷款压力测试 目前 贷款持有人续签时 仍旧面临压力测试 此举原本是为了保证贷款人 即使在利率比目前高出2%的情况下 仍能支付贷款 新政取消了该项要求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只针对续约房主 贷款的申请者仍需进行压力测试 新政之二 限制短期租赁 从2024年起 严厉打击Airbnb等短租物业 在实施短租限制的地区 不再允许业主对其短租物业的费用申报所得税减免 其目的是为了推动短期租赁的业主长租或出售他们多余的房产 减缓住房危机 新政之三 发布低息贷款 通过加拿大抵押住房公司CMHC 向开发商开放150亿元 10年的低息贷款 预计这笔资金将能建造3万套以上的租赁住房 用以缓解住房压力 新政之四 增加就业名额 政府将帮助增加全国建筑工人的数量 加快住房建造速度 新政之五 税收抵扣计划 作为政府投资加拿大经济未来 和创造更多高薪工作规划的一项重要政策 政府还将优先提供新的重大投资税收抵免 相关立法将于近期推进 并在2024年完成 加拿大BC省高桂林中心最新楼盘 高桂林是个好地方 住客以家庭为主 空气清新 社区环境率直覆盖率高 居民之间友善和睦 是个适合小家庭嵌入的好城市 本地建商Mosaic在高桂林中心Mall附近 即将有两栋高层发售地址 在Westwood Anson楼盘名称Town & Center 这也是高桂林Mall附近这六年来的第一个新盘 Mosaic和Progon一样 是由自己的建筑团队一条龙完成整个project 自己的销售建筑维护团队 在楼盘的品控和完工时间方面有绝对优势 这次的Town & Center最大卖点就是每个单位 包括Studio都赠送车为家Locker 架单 Studio40万加币中企 一房50万加币为企 小两房60万加币为企 两房80万加币头企 三房105万加币企 全部单位送车位 储物间 2027年末到2028年出交楼 各位朋友大家好 广辉博士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高桂林的高层公寓项目 预期2026年交房 著名实力派开发商Mosaic开发 23年来 在建造了7000多套住宅后 Mosaic对设计和建造更好家园的关注从未动摇过 大家可以分享为什么您会喜欢Mosaic的品质建筑 购房置业 定居安家 项目更多信息 联系广辉博士 1085-2140 Street Surrey这个刚刚成交 是宿里大地旧房 土地超过万尺 成交价格仅仅98万 没错 是98万 一大早 几个朋友来电话问询 为什么这么便宜 查查才发现 原来就在高压线下方 这么大的风水问题 98万也是合理的价格 经常有客人发来一些最近便宜成交的房子 这里说明一下 这些便宜的房子 要么风水不好 要么低端不好 要么是问题房 要么是买家和卖家有私下协议 各位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讲房地产 本月呢 成交的三套成交价偏差比较大的房子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套呢 是蓝里的这么一套房 这个是法拍房 呃 成交时间呢 实际上比较长了 289天才卖掉 它的挂牌价格呢 是325万 成交价呢 是315万 但是它的估值 就是479万6 它的估值是479万6 成交价格远远低于它的政府估价 除了因为它是法拍房之外 更是因为它卖的时间很久 挂牌的时机不好 所以呢 成交的机会就一错再错 最后呢 以315万成交 这个房子的土地是32700尺 是非常大的一个土地 是建筑用地 而非农业用地 建筑年代呢 是2009年的 也不旧 室内面积更大 9200尺的室内面积 还在一个完善的出租单位 合法的出租单位 我们再看一套宿里的 一套房子 宿里的这套房子 地址是16264 90 Avenue 它为什么把大提列出来呢 是因为它的成交价格 远远在政府估价之上 政府的估价呢 是215万8000 它的实际成交价格呢 是315万 高了100万 也就是说 成交价格高出 这个政府估价100万 房子是1985年的 38年新了 五房三位 土地呢 比较大 28600尺 房子 中规中矩的一个小房子 2382尺 这个上市9天 而且就卖掉了 有新的规划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再看一套 细温的房子 细温呢 是伊山傍水 风水独特 这是一个大温地区 风水最好的地区 这个房子在2023年 彻底装修过 地址呢 是1516 Arigal Place 它的开盘价格是998万8 成交呢 是800万 降了不少 降了190万 但是我们看一下 它的估值 政府的估值呢 只有547万6千 也就是说呢 它的成交价格 尽管是800万成交 它仍然比估值 高了200多万 土地面积是15586尺 六房七位 1999年的房子 已经24年新了 室内面积呢 是7920尺 许个大房 这个房子呢 有无敌海景 所以买家 估计是喜欢上了这个海景 才乐意出这么高的价钱 这三道房子呢 都是11月份成交的 这说明呢 成交的价格 基本上 在估值范围内的 是正常成交 大于估值的 或者高于估值的 要么是因为估值偏低 或者偏高 要么是因为客人特别喜欢 要么就是有重新规划的可能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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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